哈啰 大家 欢迎回来阿鱼的频道 欢迎回到Part 3 大内厨和长春我称之为小白串巷 来的时候刚刚是秋天还没有下雪 所以总觉得好像少了一点什么 但是如果是冬天来的话呢 它的景色真的很漂亮 要说这里必吃的食物的话呢 就是把葱当筷子来用的乔麦面 吃面的时候呢也可以把筷子一起吃下去 也算是蛮特别的体验 趁着时间还点空 我们就先去全印当天的温泉旅馆 国参温泉太子馆 算是栗木市唯一的温泉旅馆 与圣德太子神社建在一起 温泉旅馆周围 被山包围 房间都是独立洞的 日式体验工欣赏 简直好山好水好休息 是个远离城市喧嚣的好去处 往上爬就是圣德太子神社楼梯很陡 往上爬的时候要特别留意 回城的小路满地枫叶 来到拓吉云就一定要来 竹丽花卉公园 当然这里除了可以赏花 最重要的是这里的灯饰是日本三大最美灯饰之一 灯饰从十月中旬到二月中旬 十一月开始就是圣诞的主题 拍摄技术有限 现场观看超漂亮 想要求一个好艺人 或者是想要婚姻幸福 就一定要来这个 还有118阶梯到达 因为拜的是结缘大神 所以这里也被称为恋人圣地 七色鸟菊在这里也算是一个特色 想喝什么结缘就穿过什么颜色的鸟菊 那像我这种什么都要的人 当然是全部都穿过啦 最终爱又有了解更多的日本深度游 拜拜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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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直出來的 以下就來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